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25号 这是我们4月第4期 周总结 那么今天的题目是迷失 迷宫中寻找自我 最近股票市场中变化是非常大的 操作的难度也比较大 所以很多朋友失去了一些信心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你不可能像2020年那种你随便买 随便赚钱的这个模式 这已经结束了 它回归到了一个正常态 我个人倒是觉得很舒适在这种环境下 因为那些我比较喜欢的股票 它的走势都是很稳定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也减少很多市场上的噪音 很多时候大家浮躁 这种浮躁以外 还有这种虚荣 人性 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极大的被放大 那么现在我看各个频道骂人的也少了 对吧 那个除非 除除了这个 除非是有真正的纷争 要不然的话 大家该回去上班就上班了 该可以去干嘛就干嘛了 所以整个这个市场的热毒再降低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本来这就是市场的一个特征 好 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 go through 一个过程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不错 刚学的非常不错的东西 我们跟大家一起简单的过一下 然后今天跟大家是抄作业 然后我看看姐妹妹她那里提供的一个非常好的 ETF 叫做 CQuality 就CQQual 行情走势的拆解 然后我们看看比特币的机会 然后低估的股票找了三只 就是我们给大家过一下 然后呢 频道呢 有些更新 我一会跟大家说 好 那我们开始 首先呢 我们会对行情进行一个拆解之前呢 我跟大家是一起来抄这个作业 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姐妹妹她分享的这个东西里面 有一个股票叫做Qual Qual的还有这个就是SPH High Quality 然后这个QDF都是属于那种分红和高优质的这种股票 那么我就专门去做了一下这个功课 然后把这个股票呢 拿下来之后 大家看 YQual里面是Exposure to Large and Mecav US Stocks 对吧 就是Exhibiting Positive Fundamentals 什么是Positive Fundamentals 这就是巴菲特选股原则之一 高的ROE 就把High Return on Equity 还有Stable Year O Year Earnings Growth和Low Financial Leverage 这三点是我们看股票一个基本面中的最简单的 那么最简单的基本面看就是看这个 就是说ROE 高ROE 高增长 且有非常低的债务 这种股票就是高至优质股票 那么优质股票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涨的慢 但是你不好意思 我们很多的时候朋友去抓的那些股票啊 包括是那些就是炒作概念的股票 这是散户特别容易犯的错误 炒作概念股票 你必须要则极强的择实能力 该出出该进进 但是大多数没有这个能力 就去老想着发财 涨了之后你不卖 跌了之后也不卖 那最后只能去当股东 那么当股东也要找这种high quality的股票 那么这只ETF 我看到了它的return 是非常不错的 五年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这种公司是代表的什么呢 它代表的是美国的 是什么呢 美国的核心 也就是说美国的一些最重要的这些公司 或者说非常好的公司的一个特征 所以它这个股票中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holding Microsoft Apple Maskar Cocoa Visa Facebook Booking Nike BlackRock J&J Johnson Johnson 这些都是我平常特别喜欢做的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股票中 这都是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选股择实系统中主要盯着的这些股票 就是他们 他们就是我们操作的非常重要的这些股票 应该高净值 包括lululemon都是很好 都算intu 都算amat 这些都是我们重型的这些蓝筹股 对 这些是我们寻找的一些机会 寻找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你比如说你真的想追求beta大一点的 或者说我们alpha大一点的话 你完全可以看后面 后面的就是说这些marketcap稍微小一点的 可以稍微小一点的 这些小型的股票 这样的话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多的一些所谓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去读一读他 人家是做了好多功课 做了好多功课 然后你看优质股票的特征给大家找的这些ETF和股票 我一看我就喜欢 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这些优质股票公司他们也会改变 长期以往的话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 这些公司他们尤其前10的这些 他们的期权交易也非常活跃 完全可以用这个等到某些大跌的时候呢 用些这个长期的这种 这个leap call或者说架内的这种期权 因为那iv也低 开我们这个老爷车 大家可以完全的去学习一下这个内容 好 这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第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审视多事的部分呢 今天开始给大家 开始我们审视多事的部分 首先我们呢 来看一看市场的这种走势 挺有意思的 我们来学习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先进入市场深度 是要深度的话 我们首先看它的这个CBC 是属于一个中性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再看到这个CBCE呢 也是属于什么的CBC是一个大幅的上升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周五大幅的一个上升 那么这个是偏多了其实 然后呢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市场的这个 这个这个市场的这个DX是暗驰 是属于一个中等也是比较中性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Gamma exposure是在降低的 所以这一位的后面的波动呢会增加 这一位波动会增加 那么整体上来说呢市场是偏牛 市场偏牛的 一会我们在分析k线说 然后呢 Wix我说的是在这个第一位的话 现在是做一个什么盘整 做一个盘整 所以这个市场整体上是偏牛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说市场走一个长期长线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看到说 我们看到说包括你看 SPX的话这个在周线已经冒出去了 冒出去了大家注意看冒出去以后冒出去以后不好 不希望它不冒出去 我们希望呢是它不冒出去 我不希望看到它冒出去 而且我这里面另外一个系统大家看也是 就是我们说了任何一次啊 我的这个卖出信号在任何一次被打掉了以后 它都会变面对什么的暴露BDA回原理 就是冒的太厉害的话它就会出现什么呢 哎向下的这么一个这个过程 而且是速度非常快速度非常快 那么我的这个顶部的这些要抓的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那么这个位置上再次下来之后很沉 就之后打回去之后 现在又出了什么向下 那么一会给大家完整的分分筛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 你看这个地方冒的很厉害 冒的很厉害 那说明它怪力率过大 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是风险的 哎在增加的 所以大家注意time frame 我刚说了 说现在是短期是什么呀 短期还是偏牛 但是呢 我们的周线上看 你有些肉啊 能不吃就不吃了 比如说你从这个地方 你看它冒出来了以后 它先盘整一下 然后再往上冒 也有可能再往上冒 那这个位置就算你不吃 它最后还跌回远远比它低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市场其实是有它的规律 一旦冒的非常厉害的时候 这个市场你看 它一般很少外貌 你看是吧 这周线很晚冒出一次 这一冒出 你看每次冒出来之后 都会带有什么样的结果 大家自己去观察 对吧 每一次冒出来以后 你你在它冒出来以后 出来之后啊 如果你经营了色量OK 你冒出来的时候 你出来以后啊 你是不会吃亏的 不会吃亏的 就是朝我切记就是说 极度贪婪或者换动换食 就是说不能少吃一口肉 这个是不好的 大家看 这个纳萨克上次冒出来之后 向下雨下是沙沙 那么这个地方又冒出来之后下沙 冒出来之后下沙 那现在还没有冒 纳萨克这里还有空间 所以马上大公司的财报了 所以我觉得纳萨克它是有 还是有空间的 还是有空间的 所以我们看看 那么我看道琼 道琼 道琼 对 你看道琼这个位置上也冒了 所以周线即便冒得太厉害 是现在非常大的一个隐忧 那当然了 你说像2017年底的话 那这么一冒出去之后 它持续了将近多少时间 将近三到四个月 它一直涨了三到四个月才跌 但是你看跌了之后 它会回到冒出来的那个位置 它会回到冒出来的位置 所以你现在这个地方冒了 就算后面再涨再多 它还回到这个位置 但是你要看 你要看它最后会走出什么样子 走出什么 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上 就是对我来说 后面我们就是以做短为主了 那么日线上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日线上来分析 那么日线上我们如果把3月23号2020年 当做A0 也就是我们的起长点 那么你可以看到说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向上的一个 对吧 这里是这里是向上的一个顶分形 对吧 那么这里是个顶分形 底分形 虽然我知道大家看起来 这是差了一点 看起来 但这是一个次级别的一个什么呢 次级别的走势走势中枢 这是个黄色的 我们认为是4小时或小时级别的 那么真正的日线 是从这个一个顶分形 这是个确认的一个顶分形 对吧 这是下下下 这个顶分形 加上底部的话 这个位置是水底分形 那么我们看到的话 这是一笔下 对吧 这是一笔下 这是一笔下 那这是个次级别的 那我们是拉上去了以后 这是一笔下 那么这是一笔上 对吧 这是一笔上 非常明确的 这是一笔上 对吧 这是一笔下 这是一笔上 这是一笔下 你可以把它画成这样 就是说 我这个位置上 我这个位置上 这是一笔下 然后这是上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画成这样子 这样 就清晰了 然后这是个线段上 这是线段上的完成 然后这是线段下 对吧 那么你我们可以认为说 因为这俩是有接触的 这里有接触 那么你可以认为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扩展 这是个中枢的一个扩展结构 当然我们也可以画成这样 对拆解一下 我就把它画成这样好了 对吧 还是这样 那么这是走上来 走上来以后 这个位置上又是一个什么次级别的 这是又是个次级别的 所以这个次级别的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可以继续画出一个小型的 在这儿 我自己推上来 对吧 然后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 大家可以看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笔画出来 这是下 这是上 这是下 那么这个上和这个下也构成一笔 然后再上 对吧 那么这个位置上很明显是日线级别的什么 这个很明显是日线级别的一个中枢结构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 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再把它画成一个 那么 这两块已经完成了以后 这两块已经完成了以后 因为 你看这两块完成了以后 那么这个位置上已经是什么 走出的 这是一个趋势 我们已经走出了个趋势 那么走出来趋势 大家注意 这里作为A0的话 那么我们走出了一个趋势 走势 走势 那么我们如果从线段的拆解 同级别趁势 来说我们来看 那么从这里上来 这是一段上 已经结束了 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就出 应该出掉 因为这里什么 被吃了 被吃之后一折腾 这里就出掉 出掉没关系 它就又长上去了 你就继续 它继续走 走这个走势 没有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打破它 所以走势进行延续了 走势是延续了 所以我们看走势 既然是延续了以后 那么它就会从 从这里 我们来看 因为你在做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要应用 就是这个位置上是个被吃 然后出来走 走下来之后 那么这是明显的一段下 那么这里再上 下上 那么再向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 这里又是一个什么的 这里又是新的一根走势 对吧 那么有一个新的走势 那么如果你要从它的MACD的力度上来看 大家看 这个力度上来看 这一段的走势和这段的走势比 那力度是什么 是偏弱了 所以我们从大级别的角度日线的阵容 这可是大级别的日线的一个线段的这种角度来说 那么第二段离开的这段比这一段就要走弱了 对吧 就要走弱了 这是没错的 所以我们再来看小级别的 如果我们从小级别上来看 那么我们说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以后 小级别上 那么我们就看到三段 那么这一段如果是A的话 那么这一段是B 那么这一段是C 那么你明显的感觉到C小于B小于A 对吧 这C小于对B小于A 所以我们从小级别的走势类型来说 那么这个位置上也是 我们来看一眼当时2018年的走势 我们来看一眼 是哪年的 对 2008年这个走势在这也是 大家看 大家看其实这段也是 你看这是下上下 那么这地方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中数 然后你看它里面这是一段上 然后这段上 你看它的力度 这段的力度和这段比是明确明显的是什么 弱 所以这段是被吃了之后 然后就在这就直接灌下来了 那么这一次比它强 这次走了两个 走两个就是走了个趋势 那么之前也是之前 其实这个位置上是比较tricky 因为这个盘上之后 这段下的力度和这段下的力度 没有太大被吃 但美股确实是强 因为一旦震了翻上来这 这就是二三买的一个 二三买的一个结合点 那么这个地方你最差也是震荡 震荡之后 你看一定要走出这样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看到说现在的这个情况 就是走出两个走势了以后 它还没有一个非常大的像样的调整 但是我们说C小于B小于A 这个位置上已经是出现什么了 这是C小于B小于A的话 已经是出现了这个 出现了连续的这个地方比它弱被吃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从小时级别 再次进行拆解 那么C中我们在找什么找顶 我们在C里面再去找C 好 那我们来看C中如何能再去找C 现在是C 现在C中这是C段 C段中看我们小视图 我们虽然画了一个中枢 我之前在clubhouse中多次跟大家说 风险极大看空 但是不能看大空 原因就在这 因为离开了这是一个中枢 而且它在这个地方扩展 而且这不是第三个买点 这里是 那么你看第三个买点是横盘 做到第三个买点之后 那么这个地方又不出现被吃 这是非常强势的一段 后面一定是以中枢形式出现 那么我们看果然是以中枢形式出现 这个大家了解我的话 我们知道我是不会买后跑 因为我不怕被打脸 因为市场就是这样 市场就是这样 不怕被打脸的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用数浪的方式再给大家拆解 那么这个地方近是A 这个地方是2 对吧 这个地方是3 为什么3不被吃 而这是完整的线段 这之间没有任何的下来是破坏 现在的破坏 那么这个下来就破坏了 因为这个高点 这个低点比这个高点低 所以这下来之后 这个段就是它破坏了这个线段了 所以A123完了之后 它走出什么呢 走出一个新的 新的这个中枢 那么这就是什么了 这就是下上下的一个结构 一个比重 那么这就是4 所以1234 你看1234 那么后面一定有一个端5的上涨 进行一个喷出 那么我们看 就是说我们看有的时候是ABC 就是3浪 就是ABC是3浪 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的是5浪 有的时候7浪 那怎么看呢 就是5浪的力度 如果比3浪的还要大 这样喷狂喷 那么5浪就没结束 它后面买力很强 还有个7浪或者9浪 但现在的话 我们现在看还没有看出来 因为它没有什么 它还没有喷出 还没有打出去 所以我们把它来认真的把它来画出来 那么我们画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说 大家看 我们看到这地方下上下的这个结构 你看我没有把它拆解了以后 这不拆解了吗 然后呢 我们来画一下 这个 这里是下 对 然后这里是上 这是一个闪崩 一个下 正好做了一个盘整数 那么我们就等待它一个五浪的完成 那么后面这段再出去注意看 咱们这段已经是C了 我们刚才说C小于B小于A 是从日线的角度上出发 那么这是小时线 小时线上来看 这是C 那么我们要走的 这里D已经走完了 我们要看的就是E 那么小时线上它的走势可以有两种 一种走势是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进行盘 做一个扩展 如果能盘的时间特别长 这个位置上可就不是 这个位置 这就成一段了 这就成A了 这个就成B了 这样更好 那么这个走势还会走很远 如果它这个位置上快速就拉出喷出去 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说明这就是什么 A B C D 那么后面就走第五段E 那么我们说我们是这样看 就是我们的应对方法 我们的应对方法是什么 我们的应对方法非常清晰 我们的方法非常清晰 就是说日线背驰 背驰 然后我们看小时级别 如果继续盘整 我们就是看多 看多 如果快速冲出去 看空 看空 这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大家不知道我这里有没有感觉说清楚 换一个换一个指数 快速的做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说纳沙克 纳沙克总是比标普要强 为什么呢 因为拉下来之后再上去 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这儿 然后呢这里面 美狗没有给你什么呢 我们上次说了 说不能跌破这点 12204它就L208 那么这个就会告诉你这是什么 这是第三类买点之后 它现在走出来的是一个线段的 这么一个你看这是下 然后这是线段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向上 就是说这是比向上 然后这是比向下 那么这下下下下的线段完成以后 就是向上的这么一个走势 所以你还是要看什么呢 看纳沙克的这个 这是中枢 第三类买点再向上 那么后面会不会出现什么呢 背质短 那我们来看纳沙克的背质短 那我们来看纳沙克的背质短 纳沙克走出了完全一样的 或者是比较类似的这么一个走势 它向上的这个时间还没有走完 这个地方它的震荡时间比标普还要长 那么后面它在离开的时候做第三类买点再向上 你要看会会形成一个三脉转二脉的一个过程 这是我们要看的 那么道琼的话是一样的 道琼事先我们说过是比这个其他几个指数要强的 而且它冒出的也是非常多的 我现在跟大家说这个位置上看 这是一个标准的 你看道琼这里是下上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下 然后呢上下 那么这是一个中枢 这是一个扩展 这整个一块的扩展 撤下来这是一个中枢 这么下来的时候第三类买点在这 拉上来之后 这里再寒盘跟标普是一模一样的 我要在这里什么的 做小心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小心 谨慎 小心 这个位置上你赚的钱如果要快速喷出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 所以我说这很多时候亲手他就是 你跟他说风险 万一第二天涨了 那绝对恨的 比那种你买你要他买一个 他买了之后亏钱还要很 因为他觉得这是亏的钱 比你踏空亏的钱 比你亏损的钱真的亏的钱还要难受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就说我们现在整个系统 就是我们频道哭当了很多生意都是老朋友了 大家也明白我在说什么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这地方破坏了以后 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现在乖累率在增加 但速度在减慢 再次出现顶部结构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这线没有 因为顶部结构被破坏了 破坏了以后 重新开始上涨走势 那么再次出现 比如下跌再向上 这个地方向上再向下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小心他顶部结构的形成 现在来说趋势还是向上 看多做多 好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阐写部分 跟大家提示风险 风险 风险 机会 还有就是下次 比如说再向下抄底抄什么 抄 就是high quality stocks 他们要这个ROE非常高 high return of equity 是吧 high dividend 或者说是high growth 还有同时护生核非常大 就是这样的股票 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股票池中 好好的保护 好好的弄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BTC BTC的话 我们前两天提示了风险 然后是我上来就收到了多个倒赞 明白 我明白大家的 就是你提示风险是 我说提示风险是没有人愿意做的 这点我自己也不作为以视频为生的博主 我没有必要 我也不在乎 你们怎么看 但是我跟大家说 该怎么做怎么做 看到风险说 当时这个地方我说看到风险 这个位置上就是哪呢 我提示风险的位置是这儿 然后顶根第二天阳线就抡上去了 对我进行一个疯狂打脸 疯狂打脸的位置是什么 是这儿 那么你可以进行个纠错 没关系这个问题错了 没关系 马上可以进行纠错 纠错上来之后 再次下差的时候 你可注意这可是依次 这是一个背驰 一个背离 两个背离 这可是第三次背离了 这是大型的一个结构 你必须赶紧出 你必须赶紧出 这已经这个位置上一旦跌破 这个甲斗破的头怎么样 就形成了 对吧 我们再放大一点 好吧 放大一点 你看三次如果你再不出 这个就跟ARKK一样了 这个甲斗破的头是什么 已经形成了 那么就往下灌 那就往下灌 那么我们这里首先左侧 有没有机会呢 有我们这里有一日线 一个买入 为什么呢 它下沙的速度和力度 非常大的情况下 它会出现买入的 我写的买入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它速度比一般超过的 相当于是非正常的这么一个情况 它就会这样 就是打屁股信号 我们就在这 那么你看正好是一个趋势底部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48,600这个位置是 你如果是没有 你要不要现在这抄底可以 左侧一个抄底 那么48,600这个跌破坏破的话 如果它这是缓跌 如果是不涨 而是水的加速跌的话 那马上出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上还要震荡 但是这个底部呢 已经有机会了 那我们再看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的话 大家看也是 也是一个底部的这么一个 但是它现在走的呢不是非常好 它走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箱体的结构 那么四小时图整个的趋势呢 是被跌破了 所以去整个趋势被跌破了以后呢 我们想说的就是说 你趋势这个被跌破了以后呢 它现在这个走势是比较弱的 它现在走出了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方块 这是一个方块 它走一个趋势的这么一个下跌过程 那么你这个地方呢是这样 它如果这个后面再缓跌下来 这个第一类买一点就是出现了 那么你可以买 也可以等它再返回来做这种第二类买点买也行 反正四小时图上现在走的是一般 一般 所以我们看到比特利这个地方是一个可能底部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大的底部之后 就是出来之后 它不一定是最低 但是呢 四小时这个地方 是有机会给你一波的 大家看任何 就是任何一个底部出来都给你一波 它不一定是趋势反转 但它能给你这么一个反弹的机会 但是现在来说这走势还没有走完 反上来之后就力度太小了 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线下之后才走成这样 那么下跌的这个动能还是比上涨的强 所以你再往下走一走 可能这个机会就来了 再结合我们日线上来看 我觉得这是这里是个机会 机会大于风险 但是做好止损 因为不可能百分之百对对吧 那么就是比特币我们说完了 好 那我们给大家看三只低轨股票 amd 集合和这个amd呢 我本来是做一个长线持仓 因为拿出那个消息之后呢 我卖出了这是一个错误的 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 我就是什么时候会将近买回 首先大盘的风险比较大的话 暂时不开仓 如果要是这个股票被大盘如果再向价 然后呢跌到差不多还回到75的这个位置上 那么可能还会再会买回 现在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中枢扩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呢如果一种是买突破 比如突破85 我们进去做效率投资 一种就是买回撤 回到75的时候 那个价格比较平民的时候 我们在做 那么吉利德呢是一个 一长期的也被低估的这么一个要股 那么它的走势大家注意看 它的意思已经是什么呢 已经是在做一个反转的这么一个形态 那么首先它这里的W底细完成了以后 它出现两次的回踩是都老一车 就一定要你上车上了车之后 你要对它有信心 它为什么呢 它这个地方下了之后就走出了这种 磨磨蹭蹭的这么一个走势之后 它可能还有一个跌 还有一个跌 那么它这个地方 但是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什么重心就上移了 它现在整个这个均线都是向上上走的 它是其实是出现了一个什么的 其实它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什么大结构的一个反转 大结构反转 那么你看啊 你看长期来说也是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横盘嘛 长时间的横盘 之前它已经过了它的高峰期 长期的横盘 那么短期呢 你看这是一个向上攻的过程 可能到75或什么 但它现在IV特别低 所以这种股票是适合持有的 它还有很好的增长 哎这股票其实并不差 哎提到这个股票呢 很多人都在问 因为这就是还是 我说这是因为有木头钱买了 我说这个地方大家一买我就不会碰 因为会增加很多的波动 你们看这个地方就是 这下来之后杀的非常狠 但向上的洞能补足 它还是在稳 要不然的话快速上涨 给我一个阳线突破了200 要不然的话就是在这盘盘盘 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大盘的这种风险一再增加 所以我觉得短期咱不看 等它这个是一个底部走完之后 走出一个倍时断线向下 那么如果你要150超它的话 那么这是恭喜你 可以做一个底仓了 可以很好的持有这种股票 这是我们这个部分 然后频道更新呢 跟大家稍微讲一讲 频道更新的话 取消了这个49块9.9和99块9.9 本来是给大家上课 但是呢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在clubhouse上回答了很多问题 然后我个人的这个兴趣和这个动能有点不足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就是来找这个安慰 或者说是来这个找发财模式的 我自己给大家上课呢 首先这个我没什么这个incentives 就是为什么我要给你上呢 那么多人给你上 你去上员那就可以了对吧 如果你就非得让我给你上呢 那说明你很认同我们的这个观点 咱们平常看这个视频也可以 但我真的得抽出一个时间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真的上这课呢 哎我必须得抽出个时间 咱们做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群或者一个什么 然后呢现场的带着大家做 哎就是手把手带着你做 然后我们有一些书目大家学习 哎这样的话还给大家留作业 然后你要是不做作业我可以把你踢了 就是这种比较霸道的这种群或者说封闭式这么一个社群 我觉得还比较好 而人数一定要少 我如果光录几个视频 然后扔上去之后你花50块钱一个月 比如说看 嗯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负责任 不是非常负责任 所以我现在呢暂时你比如说 我觉得要不负责对于想学习来说不负责任 对于大部分不想学习来说他也没兴趣对吧 所以大部分人来说不是来找这个安慰的呀 就是要不然找安慰 要不然就是这什么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所以说现在做这种课程的兴趣不是很大 哎所以我就把它关闭了 我们找机会再弄 我知道朋友还一直追问 嗯那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形式带大家 然后还有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就是如果我给大家上课做这东西 其实成本非常大的因为平常我们每天还要吃饭呀对吧 我们还要养家呀 那你说这个东西你成本非常大 我得不偿失比如白天做交易 我有喜欢对吧我要给你上课的话 那我白天那我还哪有精力去做这交易呢 我如果我就只能伺候你了对吧 所以呢嗯暂时呢我现在就是有一定搁置 是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很多朋友需要 现在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不太需要可能我不对啊 但是不对你可给我留言 然后更新频率我们会大幅降低 而且我关闭了这个 Google推广的社会功能 包括tag呀 包括我的题目也都变得非常的目亮可 如果今天比如说我想增加预读量 我可以说比特币超大底机会对吧 是不是说比特币史上最大的超级机会什么 我会用这种题目的话可能看量非常多 但这不是我的目标 我今天用了2块99这个方式 咱们正好100来人的朋友动了一个小社区 问的问题呢 所以整体上公开式品重留的问题水平高很多 而且说明你2块99愿意付至少是赞同我的方式 我们就是走的比较慢 吃这些传产股 蓝筹股 优质股的这个过程是很难让大家快速发财的 所以我觉得我就把它关了 那么9.99就是我不停的给大家更新这些工具箱 这些工具箱如果你都学会了以后 其实已经有一个半的不能用半成品的这么一个交易系统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足够大家了 而且我分享的也足够多了 上次分享了一个整个一个确定面上分享的一个波段操作的一个东西 所以用的人非常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但是想让大家得到一些给我一些回馈 这么多人用也没有什么回馈 所以我觉得成本对我来说 从时间上 还有你要收很多邮件 大家都问要你代码什么的 其实很烦的 所以我个人就是说走低调模式 我们已经有差不多2700多个subscribers的速度 在我的努力下越来越低 然后预渡量也下来了 正好就进入半蜂蜜这么一社群 大家愿意看就看 然后不愿意看呢 咱就不看 然后新来的来市场中 来市场中什么说呢 来市场中捞一把的 这些我们也就都过滤掉了 所以如果真正做课程的话 我们还得再想想有什么方式 反正我觉得要做的 就要对大家对得起大家 那么只录几个视频 然后收一个什么群费 这种的49块9这种群费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而且没意思 最后有什么新鲜的建议呢 大家再跟我说 我们也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因为毕竟属于那种 没什么福利或者说non-profit的这种东西呢 他就需要一些incentives 所以现在的话炸市场不好做 我们就是平常的经常做一些 让大家反射反市场的这种模式 就平常风险的话我提示 然后有机会的话 我会给大家更新 好 那么今天又说了这么多半小时了 那我们今天周末总评总结就到这 好了 那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